太陽跟地球 地球繞太陽一周 古代的祖先用十五天來切分一段 切分一段 一直到八號 二十三號 二十三號就前幾天 禮拜五的那一天 禮拜五那一天 剛好到達秋分的這個節氣 什麼叫秋分呢 就是平分 平分秋天 意思是說秋天有三個月 那就是平分四十五天四十五天 那這個二十三號那一天 恰好是各個秋天一半 就是這個秋分 第二個呢 是剛好是夜晚跟白天的分 就是整年當中 夜晚的長度跟白天的長度 在秋分的時候 剛剛好 相等 好 那小人跟大海也是 是屬於在冬季裡面 用寒來形容的最靠近春節的時候的一個節氣 小人跟大海 所以寒淨 就是小人跟大海都已經沒了 要過春節了 我還是不知道 我現在是幾歲 或者是今年是幾年 我都還是不知道 所以他用這樣來解釋 隱居深山 沒有日曆 所以一切都不過問俗事 然後也不曉得現在是不是過節 過年 他都不知道 沒有節令 前幾天我聽了 我在齊心的一個同事 一個老師 他去故宮 剛好看到一樓裡面 有清朝的皇家 訓練太子 還有皇子 他們叫做阿哥 訓練阿哥的那個叫做課表 課表 他很有意思 是這些阿哥應該要訓練好幾年 然後每一年的放假日 只有五天 一年喔 而且他學生就是跟現在的過高中一樣 一年只放五天假 什麼六日都沒有的 然後清晨的三點就要起床 他們要讀滿文 蒙古的奇文 他們女生的也要讀漢文 各種樣的經典 讀了之後到六點多的時候 吃完飯 要給皇帝在面前背 背那些文 然後呢三點多之後 讀完這些之後 還要去射箭 然後騎馬 在馬上還要讀鬥 然後還要練武術 一直忙到下午黃昏的五點下課 從三點忙到五點 我的天阿 有些天資很聰明的人 也許上一上課就會請一些花招 然後用人家代替 然後請人家代曹 因為如果皇帝說 你這個文章沒有背過 你要給我 法曹 倫語無辯 一萬六七千個字 法曹 那怎麼可能他自己操 搞不好就要同步幫他操 這個都有可能 這是題外話 總之發現他們對於 這個整個時間的切分 這個要當未來的太子候選人 確實不容易 那寒靜不知年 老師的意思是說 在節慶來講 我們是還可以放假 人家阿哥他們是沒有的 一年就只放五天 我猜是過年 然後什麼元宵節 東武節 中秋節 還有什麼什麼節 類似喔 沒有沒有什麼節日的 所以不知節令跟成事 寒這個字 大部分的文字編裡面 是沒有前面的假古文的 前面的假古文有說 被解釋為全這個字 有兩處 他是講這個字 他覺得比較像海 他說這一點一點的 像屋子裡面漏雨 屋子裡面漏雨 一顆一顆的 你可以感覺到像是屋子的漏洞 就是房子有破洞 或者是一顆一顆的冰塊 那意思是說 他的房子冷到結冰 那就是寒的感覺囉 所以寒我們在解釋裡面 他也有當這個卑微的 或自己的牽稱叫寒舍 卑微的叫寒門 這我家很冷 寒門 對不對 這些都是跟寒有關係的 一些當代的解釋 寒舍寒門 對不對 嚴寒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這些寒 然後第二個類型的呢 經文 他是說草堆 然後草堆底下呢是結冰 意思說我們房子裡面已經結冰了 然後他必須窩在草堆裡面 靠草堆包覆著自己來取暖 這個感覺就是寒冷的意思 這樣 我覺得合理 然後甚至於他這個有腳側面的腳 爐露出來 我們人類的腳 依照中醫來講 保暖的是手跟腳 那讓他讓他涼爽的是頭 就是頭要清涼 頭一旦發燒或者是 一旦有點這個過燙啊 就好像你電腦的主機過燙一樣 他會秀動 這有理解齁 所以老師為什麼肯剃光頭 而不會覺得太另類 因為我覺得這個應該符合中醫的原理 尤其是在我們台灣 沒有很過冷的那個情況 說是零下有幾度 所以我根本不用怕 就算再冷再冷到五度六度 我都覺得OK 因為曾經有一年老師到這個鄭州 參加一次筆會 那我們到的那一天 剛好是零下三度 老師要頂個大光頭 坐在巴水裡面出來 然後去逛那些他們的那些這種 陰虛國務館什麼的都有 都是這樣 別人都戴帽子我沒有 很清涼 很舒服 很清涼 很舒服 頭樑腳熱 它是很寒冷的 它是很寒冷的 這個角是有它的意義的 這個角是有它的意義的 我覺得是這樣子 然後我談到琴檢 各位看到琴檢 這上面兩個很不容易懂 對不對 那它其實是生 生是什麼 生是地面長草 各位可能知道 人類跟植物是共生的 因為我們人類吐出二氧化碳 吸收氧氣 恰好是植物生態的顛倒 植物是吸收我們人類 吐的二氧化碳 然後吐出氧氣 供人類來不吸 所以是半生 雙生的 共生的 所以這個是代表了草 地面長草 那地面長草慢慢的在立書之後 它本來是長這樣 不小心變成這樣